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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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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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人就放了住 因此在接下来的人类里面你们看到 所以当我们接着来人类 在我们从小开始 我们就会埋怨 人对人家埋怨 我们就对很多的事情不满的时候 人对这些事情没有问题 我们用埋怨 来面对 而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 在40多年的历史当中 在跨野 他们是怎么面对的呢 他们用埋怨来面对 他们用埋怨来面对他们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埋怨的时候 养养的时候更多 对不对 我们吃了这些事情 埋怨的事比养养的事多得太多了 埋怨的事比养养的事更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埋怨的种种的后果 我们来看埋怨出来的种种的后果 埋怨是一种的坏习惯 埋怨是一种坏习惯的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埋怨的时候 他们在埋怨的时候四百多年 他们的祖宗到他们的孩子到他们的孙子 都活在痛苦的里面 他们活在一个被压蔽的里面 成为一个农夫 吃不好穿不暖 吃不穿不暖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呼求上帝 上帝啊你救我们脱离这痛苦的时代 救我们脱离这埋怡人的手 救我们脱离这埋怡人 所以替他们的祷告 上帝听着别人的祈祷 上帝采派摩西来到他们的帮助 上帝采派摩西提到他们的帮助 来带领他们出埋怡人 当他们出埋怡的时候 他们用怎样的去面对他们的生命的痛苦呢 用他们的心态来面对一样的一些 生命来面的恐慌呢 他们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 他们又再来越强 他们一直不断的来越强 就会看到一个爱满面的人 他会找 他总会找到理由来埋怨 总是吹一个理由来 就对了 永远可以玩给他 平坚无聊无聊 所以我们要小心 让他们休息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要让埋怡怎么一个坏习惯 包括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这个婆婆 有这个爱满的习惯 所以告诉你 旁边人说 不要让埋怡怎么一个坏习惯 第二方面 埋怨是有传染的作用 第一个生命里面 有一种传染的 好像一个传染病 像一个传染的传染病 如果你是喜欢自己埋怨的人 你听了很多他们讲埋怨的话 有这个埋怨的人 这里身边的人 还有很多埋怨的人 哇 说你心里来 明镜要接耳心里了 要小心哦 因为可能久了 久了 久了 你也可能成为那个玛丽 跟他们一样 所以买愿之会传染 所以买愿之会传染 一个人传 两个人 两个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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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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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是书记那边的基材 以色列人当中 他们 上帝吃下这玛丽给他们的时候 以色列人当中 上帝 少数有些玛丽来吃 因为他们没有上帝 上帝就吃下 从天上吃下玛丽 因为有没有人来吃 所以上帝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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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 他们就有一些外丹人 当时有一些外丹人 一小群的外丹人 一小群的外丹人 他们就开始什么院 他们开始爱玩 每一天吃玛丽 每一天吃玛丽 早餐吃玛丽 早餐吃玛丽 午餐吃玛丽 晚餐吃玛丽 宵夜吃玛丽 所以每天吃玛丽 每天吃玛丽 很咸 哇 没有别人吃吗 哎呀 每天吃到我们的口都觉得还有 没有味道淡淡的 刚才吃玛丽 吃玛丽 吃玛丽 这一帮人开始满意的时候 哇 这些人开始满意 这次啊 影响了其他的意识 哇 影响了其他的意识 哇 应该讲 哇 每天吃玛丽很咸 哇 一直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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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 哇 一直讲 哇 一直讲 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圣经讲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埋怨 底下了整个圣经里面 哇 那些埋怨的话 哎呀 转的以色列人 你要知道 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多少人 你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多少人 有两百多万人 五百多万人 在他们当中 只有小区的外班人 这样子的一个小区的人 他们开始埋怨的时候 就影响了整个的以色列人 哇 整个小区的人 在国帮人埋怨的时候 就这么多的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埋怨 他是很快的传言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埋怨 是很快的传言 然后没传言 而接下来看到 冰设计第13章 如果要看冰设计 那你既然这有十二个探子进去到 这个野地各省会探的时候 他们既在有十个探子 去到野地各省来探天 回来了有十亿人 十亿人去十亿队 十亿队来 十亿人他们开始说 我不要去那个地方 我十亿队说 我哪里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人又高大又强壮 所以我们打不过他们 那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那里是不好的地方 我不要去 那里 上帝为什么要带我去那里 那样子的地方 他带到我们实在那里吗 那里面说这样子的话 那里面说 那里面说 影响了整个人 那里面说 那里面像贵的以色列人 当时我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边哭啊 我等下 我正在跟以色列人一样 都在那边哭 那里面说他们大声呼唇啊 真能埋怨善地 埋怨摩西 我必埋怨兄弟 埋怨摩西 为什么带着我们出来 要我们死在这里 他必须从来出埋怨 为什么要死在这里 所以弟兄姐妹 十个人 十个人埋怨的话 十个人埋怨的话 影响全部的因素 所以我们看到埋怨 它能够传染的 这个的速度是非常 所以我们要小心 在我们身体里面 不要去接近那些食材埋怨 要远离那些食材埋怨 因为可能它会影响到我们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埋怨有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们来看埋怨有严重的后果 都说你怕埋怨有严重的后果 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生命并不开到 那他告诉你 以色列人的生命并不开到 但他们不管地一直继续地埋怨的时候 圣经就说 上帝 上帝向我们发动 圣经就说 上帝起来 上帝就告诉摩西说 上帝就告诉摩西说 告诉摩西说什么呢 把二十岁以下的以色列人 那些像是白面的人 都不能够进入到神所赐的加拿美帝 都要调留在宽野四十年 而且实在宽野 除了加热能源之外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怀孕的时候 我们是使到神的愤怒临到我们身上 使到神的愤怒临到我们身上 使到神要降伐在我们身上 让上帝的愤怒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当我们要埋怨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评论下来 想一想 我要不要埋怨 所以当我们埋怨的愤怒临到我们身上 小庆祖的愤怒继续来埋怨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 当圣经里面种种的 这个我们看到埋怨的后果 如果你是活在埋怨当中 那是不是我当你埋怨的愤怒 或是你身边的人是一个埋怨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你现在就要停止埋怨人 你要停止埋怨人 所以告诉旁边要停止埋怨人 不要停止埋怨人 好 我来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整个一位神书第十三位世界 我们也要停止埋怨人 这边说到我们人们 不想埋怨人 讲埋怨人 整个人有讲埋怨人 就是明明所谓的 我们知道 有关系的 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叫我们 我们在外面的 各方的 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在外面的 这类圣经里面不只是告诉你说你要停止埋怨 这类圣经里面不只是告诉你说你要开始感恩 听不懂这个人说停止埋怨甚至开始来根本 这类圣经里面不只是开始来根本 是的 诗篇第五诗篇二十三节那你说 诗篇第五诗篇二十三节 这篇文章说 圣经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感谢来献祭给上帝 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经一直教导我们 在我们圣经里面有天要来教导我们 圣经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要讲感谢来献祭给上帝 所以毕生姐妹今天我不是告诉你埋怨的种种后果 我今天主要是要告诉你 我今天主要是要告诉你 在你生命里面 你开始活出感恩是有多么的重要 我主要给你老公说 当你生命里面 但是你却出一种感恩的生命是真的真的重要 所以今天你必须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感恩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今天基督就是一个生命里面 根本是真的重要 而且我们要努力地活种感恩的生命 要努力地活种感恩的行为 我们要做出一个感恩的行为 在美国 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就是感恩节 他们每年的十一月尾 星期四 是 定为他们国家的感恩日 这个感恩日呢 你知道它的历史是怎么样来的吗 这个感恩日的历史呢 是 因着一般的人 一般英国人 一般英国人 一般英国的青春 英国的几多个 他们在英国生活的时候 有些英国经常说 他们遇到一些国外的people 有些国外的people 他们遇到宗教的限制 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因为我们要自由地可以来敬拜上帝 因为当时候英国他们的宗教已经腐败了 因为当时英国的整个家人 从头已经是败坏了 所以当时候 这样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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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02个人 所以当时呢 多个人就觉得 有100汤子 这般的英国人 他们就决定要离开英国 这般英国人 就决定 要离开英国 所以他们就找来了一个小船 所以他们坐着四个月转 他们开始他们的旅程 他们开始来 离开 他们飘留在整个大夕阳 遇到许多的风浪 遇到许多的问题 两个月后 他们终于来到一个岸边 这个岸边就是在北美洲的一个东部 所以他们在那边暗地下来 他们遇到生活上许多的困难 他们遇到生活上许多的困难 他们要开始自己耕种 他们要开始自己耕种 他们要找自己 开始懂得怎样去生活 来填满他们的肚子 他们要开始 无许多的生活 来疼满他们的肚子 在经过一些困难的日子过后 他们终于有收成了 他们收成后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说我们要将我们的所有的收成 我们要将上帝主祝福我们的 用上天的时间来献祭给上帝 来感恩上帝 他们为了起件事情 在他们的旅程当中来感谢上帝 我们为了起义的事情来感恩上帝 他们为了起义的事情来感恩上帝 他们为了起义的事情来感恩上帝 我們要有四處、四處, 你們要感謝, 我們要消除了。 第二,我們要收到, 雖然是很難的, 但是我們要正式, 但是我們要正式, 我們要感謝上帝, 因為我們是順康、 那些無情的真正的事。 第三,我們要是 我們要感謝上帝, 因爲你和英雅出事 第四下 或是你和他拍拍子做的東西 但是這次上帝不可能遇到海 第四下 雖然在本來裡面 和這個海人和家路裡面 但是這次上帝都不得了 第六下 因為英雅能來做大 但是後來我們做了一個好心的工作 和一個很大的所謂 要舉到這個名字 感謝上帝 第二次 除了我們經過這段很難的事 但是感謝神父幫忙 和這個部隊的興趣 和提供一筆的所謂 所以大家為了這七樣的事情來感謝你 所以我們為了這個實行的事情 來感謝上帝 當我們看的時候 也會發覺到嗎 當我們看著 也會發達到 這七件事情也可以成為他們白願的事 其實這七樣的事情 不可以叫他們白願的事情來 可是他們沒有 但是一人沒有 他們選擇來感謝上帝 所以我們今天看一下美國這個國家 所以我們看美國這個國家 能夠被建立起來 能夠被建立起來 而被建立起來 是因這這一百個人 是因這一百年 他們的生命 選擇感恩上帝 竟然感恩上帝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今年 在這麼久以來 他們建立已經是三百多年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美國有三百多年的國家 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它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它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所謂富有的國家 所謂富有的國家 所以因此因此這一般的人 這般的人 他們開始 他們 要開始來感恩 相反的 相反的 誰都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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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般的人 他們埋怨 那時候這般的人 來賣館 他們不滿 這樣不滿 對他們所遇 他們困難 他們很多的 產生對上帝很多的不滿 如果這般人 那時候一樣不停賣館 我相信這個國家 沒有裁掉 就好像以色列一樣 他們經歷許多困難 還是學不會感恩 所以他們的生命 落在非常地裏面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不滿 是魔鬼的一個武器 讓我們在生命裏面 一直不斷地埋怨 讓我們在生命裏面 一直不斷地埋怨 魔鬼要我們做一個不滿的人 是要讓我們做一個不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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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看到另外一個地方 是墨西哥的 它有一個地方是非常的特別的 這個地方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而且在他們的鄉圈裡面 有兩個不同的溫泉 而且這個溫泉是非常靠近的 有一個是熱的溫泉 這是煮的水 這是冷的水 所以這些魔鬼讓他們來到他們溫泉的時候 他們可以用他們把他們的衣服浸泡在熱水 所以如果這個女朋友 要站到這座水中 要沙沾到這座水裡 然後用冷水來出息 你可以站到冷水裡 洗這個沙 所以很多的這些觀光客來到他們當中的時候 或者是白書就是奶奶光光的奶 就會問 哇 這裡的人 是特別的 應該是覺得說 特別的感謝上帝 那這邊的人 應該是唱歌 交給上帝 真的是很蒙福 應該是指的蒙福 因為一邊有熱的溫泉 另一邊有冷的溫泉 另外一邊有冷的溫泉 另外一邊有冷的溫泉 可是他們的導遊說 但是這個導遊說 沒有啊 他們這些區裡沒有感謝 沒有啊 有隻感動的男婆婆 因為他們說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什麼呢 上帝竟然給我們熱的溫泉 一個熱的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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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中間會有一個肥皂泉 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 愛埋怨的人 不懂得感恩的人 沒有感恩的人 不懂得為自己 所有的很感恩的人 不懂得感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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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找到理由來 來練習 我們再來看 在這個以色列人 上帝竟接著摩西帶領他們出紅海的時候 還沒有出紅海之前 還沒有出紅海以前 他們來到幾個困境 前面是紅海 前面是紅海 後面是追兵 後面是太陽的兵 他們怎樣的反應 遇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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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呢 對摩西說 摩西啊你帶我們出來 難道是要我們死在這裡嗎 難道愛情沒有憤怒嗎 神為什麼要讓我們死在這裡 但是我們看到上帝還是分開了紅海 讓他們經過 他們繼續前進的時候 在輸兒的跨越 他們走了三天 你怕什麼 沒有水喝 沒有水喝 因為看到前面有這些的水 可是不能喝 要說到這些水 但是沒有 因為水是苦 你的水是苦 他不是開始嗎 喔開始來台灣 難道要我們咳死在這裡嗎 難道要咳死在這裡嗎 難道要咳死在這裡嗎 神經又叫摩西說什麼 神經叫他用樹枝 放在這個水裡面的時候 水就變甜了 神經不接近 沒有聲音說沒有聲音 去啊 去啊 聽到你醉 你醉 你醉就變甜了 胖子又可以喝水 喔 你醉就醉就醉了 去到另外一個跨越的時候 他為了就埋怨 我們肚子餓沒有東西吃 就在埋怨 哎呀 沒有東西吃啊 現在是讓我們餓死嗎 你是不是不能咳死到這裡嗎 下地又做了什麼事情呢 這又從天上降下馬 上來 讓他們可以吃吧 讓他們可以吃吧 就在另外一個時候的時候 去到一頓吃 他們又發育員 哇 沒有肉吃 哎呀 你知道嗎 我們在跨越 柯西 我們呢 坐在鍋 鍋的旁邊 哇 我們可以在那個 鍋裡面夾 拿起 夾起那個肉 來吃肉吃了吧 哇 我想得對 我哪裡愛吃 你怎麼吃啊 有一個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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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很多的調味品 有蒜頭 有洋蔥 哇 那個味道實在太美妙了 哇 這東西有湯 有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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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沒有肉吃 我給我 放進來 餐廳做什麼事情 什麼事 一隻的蜂 哇 一隻的蜂 這些的 一種的鳥類 叫做安全 哦 這種是叫 有的安全 讓他們飛來 哦 讓以色列人可以捕捉 哦 以色列人可以捕捉 讓他們可以吃 所以你們看到 這一般的以色列人 所以我們看到一般的 那些人 他是多過的母夫 那是真的棒 不用 不用做工 可以做天上的食物 耶 哇 你做到鐵鐵 那些人吃了 什麼是神器 讓他們吃飽好飽 將你用新疆 吃飽飽 四十年再快免 四十年 當你幾乎沒有破 三十年 三十年 鞋子沒有破 鞋子沒有破 所以你這樣的保護他們 所以你這樣保護他們 看護他們 看護他們 也是他們口所出的是什麼 埋怨 不滿 所以我們看到 在人的生命裡面 很多時候的不滿 我們說是無力取鬧 是無力以為 是因為人自己裡面的不滿足 才會對神產生不滿 但是因為對神產生不滿 因為人心裡面想要得到自己所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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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因為他缺乏 他在裡面就賺到自己 而不是 因為卻基礎一樣要來買 因為他得不到他想要 因為他想要 因為他貪得到要求何貪得到 他心裡面的貪心得不到滿足 他心裡面的貪心得不到滿足 他就開始來變神رة 他就開始對神產生不滿 所以必须怎么样 在我们师律里面 让我们能够学习 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所看到 我们师律里面 向祢所祝福我们的 来开始 我们不要像以色列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结果是悲惨的 接下来我们台湾 为什么要感恩 我们来看 为什么要感恩 为什么要感恩 第一方面是感恩的心事 你们不透明的说 感恩的心事是上帝所欢喜 我们师律里面感恩的心事是上帝所欢喜 这次不是感恩的心事是上帝所欢喜 有讲啦 有个师律里面人 我们要很兴奋地告诉他说 感恩的心事上帝所喜 有点感恩的心事是上帝所欢喜 有点感恩的心事是上帝所欢喜 有点感恩 师律里面的十九天第三十道床心意见 师律里面的十九天三十 十九天三十一十这边说 我们那是圣答要感恩的抱怨 lum ratings 用一礼宮 来我们的志律里面的 也因此 他们为贱木 然后会 veulent 那并未慰 我向于他们的 lados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不是發展 生帝所喜悦的时候 上帝所欢喜是什么 是我们县上感恩的心ul 当我们赞美上帝 称赏上帝的时候 而不是牛 而不是这些的献祭的物 如果你是已经成为父母的 我相信这里大概说的已经成为父母了 或者是已经是人的阿公 阿妈 后来都在招呼的时候 阿公 阿妈了 如果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孙 每天来到你面前 满意 他就来运达 整个百万 说你对他不好 说你对他不好 你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你的心会是怎么样的 你心会很高兴 你觉得很相信你 对不对 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 我已经可以付出我的解药 我很好地来照顾我的孩子 我会来照顾我 为什么你还是在白月 觉得我不好 他必须是在白月 说我腿都不好 很多的事情你都不反应 我这么多事情 没有没有 你的心里面很伤心 对不对 白鸽你是不是觉得真的 今天我们的上帝也要 上帝说他爱我 上帝说你爱的 他要讲最好的心理 赐我 他要讲最好的心理 如果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 我们每天在上帝的愿闲白愿 但是人家叫上帝 他要讲最好的心理 他要讲最好的心理 他要买我来说 上帝啊 我的 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家 上帝啊 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家 上帝啊 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太太 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孩子 你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我在我跟你生活上 上帝的老婆想给我一下照顾 上帝说我已经带你来照顾 上帝说他已经闯了 说了吧 为什么你的口味Golds Alors真是感人的话 上帝小 Metallgar Shaks 摆霆你的心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上帝所渴望的 所想要的 不只是你那一个奉献的心 你愿意在家庭里面服侍 愿意在家庭里面奉献 如果你的教会学了奉献 而遭遇很多的事工 上帝不只是用这样 上帝不担心什么 上帝要的是你来到祂的面前 你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感恩的心 师父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你都带着感恩的心来 不是不是神的这些生活 坐着他们才来到上帝 师父里面说我们要怎样的来朝见上帝 师父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是衣装不安真吗 师父穿得漂亮 是用一定要化妆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 上帝说要称赦进入他们 要用称赦进入他们 用赞进入他们 用赞进入他们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是因为我们也可感恩的心 所以今天我们来的 比较整个可送的方式 就是用感恩的心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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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是一个基督教里面的改革家 他说在魔鬼的世界里面 没有感谢 所以今天的宣经呢 你是在什么世界里面 你在魔鬼的世界还是在神的世界里面 我们是在神的世界里面 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只要我们是在神国度里面的话 我们要像神对不对 我们要讨上你的喜悦 所以我们的心要开始感动 来到上天的面前 不要每天拜戴着不满抱怨 尝试想想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有什么可以感恩的 开始所谓的 在你身上的面前 你感谢我们的生命 我不否认说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可能让你埋怨不高兴的事情 我相信在世界里面有一个人 人生命里面有一个无关的买益的事情 如果你要找那些买益的事情 你可以找到很多 以前我们要找这个买益的事情 要找得对 你要找可能的事情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 你还想当时的事情 不找得对 可是问题是 你要特地去装住那些买益不满的事情 或者是你要转移你的方向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开始去装住那些你可以感恩的事情 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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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要选择转向他的人 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要选择转向他的人 要学习转向他的人 他们会感恩的 Amen Amen 另外一个 哲学家他这样子说 另外一个哲学家 他这样子说 罪掉的罪 就是没有感恩的罪 这是非常严厉的一句话 罪中的罪 罪中的罪 就是不要感想罪 那时候我们看到 一个不会感恩的人 他是活在非常的可怜的那些 我当看到这里不要感恩的是 我当你这里这么苦的那些人 你看到一个人 他每天在埋怨天 埋怨地 埋怨人 我都看着一个人 在埋怨天 埋怨地 埋怨人 这个人是非常可怜的 这个人是真的苦的 他的生命里面找不到他 让他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非常地希望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上帝希望我们活的生活 是感恩的生活 所以说到生命里面 我们就希望的生死 我就是感恩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感恩的心事 我们喜乐 罗来人 我感恩的心事 好我们也不喜乐 好不好 都是你旁边人 感恩的心事 我们要休息 我们要休息 好我们来看 好 在夫妻之间 孩子与父母之间 女孩 母子跟母子跟乳子 跟老母的关系 可能在你生活圈 可能生母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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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可能很少会用 或者是你的妻子对你做了一些很详细 但是你的女儿对女儿对女儿做了一件很详细 我们都觉得是你所带来的 我们都觉得不普通不普通吗 普通的啊 应该是要这样做的 应该是给你看你为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说谢谢 所以我们母后感谢祝你 好不好试证在我们的生活上 跟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妻子 在我们对你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开始对她说谢谢 没有好多人来学习 当你母后是你女儿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说感谢 诶 你会发觉不一样 你感觉对你不想要 你会发觉到当她对你说谢谢的时候 诶 欢特点就跟你说感谢 感谢 或者是她对你说谢谢 但是他跟你说感谢 感谢 你受到肯定 哇 都想得坚定 你心里面感受到爱 你心里面感受到爱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不需要送什么大礼物 不需要有什么大礼物 不需要有什么大的夸张的词来形容 但你对她的感谢 哇 不需要用这些水果来保隆 一句谢谢 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生活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就能够改变 你的家庭里面 关系 关系 全都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 对解变 都改变 更加的亲密 个家的潜力 在教会里面 我的家庭 地宣前辈为你所做的 地宣前辈为你所做的 或者是依据 对地宣前辈彼此间 可能拿一些东西 为你做的一些小事情 你试着地宣前辈 也有什么问题 让你毕竟做的有什么事情 你试着开始说谢谢 当你这样地做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 我们的地宣前辈都是一个感恩的地宣前辈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有喜乐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就有喜乐 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会寻找喜乐 我们会寻找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找喜乐 你来找喜乐 可是最简单的喜乐 最普遍的喜乐 就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给你学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所以地宣前辈的东西就是 你比较多的学习来说感谢 而不是你生命里面 你得到什么 很多人都会想说 哇 只要我有钱 只要我有一辆车 只要我有一个屋子 哇 我就会觉得很高兴 哇 只要有一个人感恩 我有累 我有住 我有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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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物质的东西就是给你断赞 但是这个物质的东西是很低渣的 可是只有我们的生活里面 每天带着感恩的心 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真正的喜乐 这就是我们的心 最少的在生命里面 带着感觉 我们生命会比较 我们来看一副手术的赞 我们来看一副手术的赞 我来说的 这次讲到 这次我们是 我们是 发生着 我们是 我们给我们的 发生着 我们说 然后我们在 这次 他们是一种兴趣的 心心兴趣的 他们是很生气的 所以现在是不加事的 感谢他们是不听的 整个过程的 师兄会教导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不要讲一些 淫词 万语和喜笑话 师兄会教导他们说 心情或拉什么话 我们要非常说感谢 给上帅来说感谢他们 师兄会教导我们说 一个信心坚固的人 信心真多的人 他感谢心 就是说一个人说我对上帝有信心 这个人他的生命里面也有多么多的感恩心 在韩国一个大学是一个精神科的教授 他在研究着40岁的妇女 为什么会是患善忧郁症 比男人患善忧郁症的巴仙还要多达三倍 比男人患善忧郁症多达三倍 他发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发觉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夫妻之间的争吵 是因为男后妇夫妻的关系在哪里 或者是佛系之间的争吵 哦 他是专门家出来了 师父嘛 教理 所以我们来看 有另外一个哲学家 我们来看我们的哲学家 他说了一句话 说了一句话 幸福是属于这些感谢的人 现在的人都在追求幸福 这些人对求幸福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他不是这样吃幸福 只有那些懂得感恩的人 只有那些得求来感谢的人 生命里面充满着感恩的人 生命里面充满着感恩的 他就能够在他生命里面找到幸福 因为他在生命里面找到幸福 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上 在我们的社会上 家庭的争吵 是因着什么呢 是因着什么 我这个妻子 我跟别人的妻子来比较的时候 我不满意这个妻子 那我看到我丈夫的时候 又看到别人的丈夫的时候 如果我的丈夫是那个 就好 我说的是硬性的 硬性的 所以我试试的硬性 看得好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没有位置 我们身边的人 还要在我们的身边感恩 所以想不想到我们的心里面的人会感恩 我们的声音 看到我去比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故乱 哦 然后想不想到他们去看 别人的好 比较这样子 有没有没有 佛系之间是怎么样呢 呃 我们时常看戏都会说 哎 看别人的媳妇 几靠你 我看你这个啊 媳妇啊 老婆 哎呀 我的媳妇不好 哎呀 我的媳妇不好啊 啊 让我们开始看到我们身边这位啊 我们的 这位的媳妇 太好的地方 哦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的媳妇是一样好的 不要去比较 不要去比较 为你身边的那个人能感恩 为你身边的那个人能感恩 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说到生命里面就能够找到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这位是哲学家 约翰俐乐 他说到 特别人啊 你看这个人啊 他感谢他的情度 如果知道这个人 露上头了 现在看啊 他这里说什么呢 这个人 他感谢深度 有多少 这个人啊 他感谢的情度露上 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再有多么幸福 如果知道这个人是真 有多么幸福啊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找 我们在追寻的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所以在这些时候 我们的生命里面 吹幸福啊 快乐 所以圣经会告诉我们 上帝教导我们 只有感恩的幸福 所以圣经里面 可能说只有感恩的幸福 这个人才会幸福 这个人会幸福 就算他有再多的财产 这个人不懂得感恩 他也不快乐 就算一个人 有多么幸福 他也不懂得感恩 他也不快乐 再好的人在他身边 他也不懂得感恩 这个人一点也不快乐 如果好的人会心 一定是没有感恩 没有用 再好的弟兄姐妹 在他的身边 再好的教会 在他的身边 他也不懂得感恩 他也不快乐 就算更好的 更好的人 更好的人 这些人对我们 没有感恩 因此没有快乐 接下来最后一点 下来 再来 再来 感恩的心识 我们生活逆境 感恩的心识 我们生活逆境 好不好 那事情排配 感恩的心识 我们生活逆境 感恩的心识 我们生活逆境 我们看到 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一个人叫做巴罗 把他和希腊一起 继续传福音的时候 波罗教一个人 叫做希腊 去传福音的时候 去传福音 什么 他就被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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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里面说 他们被逼了 诗经过 他就被逼了 他就被逼了 而其他人 也不给他们食物吃 甚至这个人 买孩子 他们饿肚 甚至把他们 关在监牢里面 我想问这两个人 他们有没有资格来埋怨 他们可以说 他们可以说 圣经你看我为你传福音 找到这样的问题 困难 他比我们自己的任何人 都有资格来埋怨 他比我们自己的任何人 都有资格来埋怨 在他们做了什么 我们这样做的事情 在当我看圣经的时候 圣经里面的形容 让我非常感动 等我和你圣经里面 有什么圣经 讲到这些话 圣经里面是很不同 他们两个人坐着 在境遇里面 在境遇里面 他们赞与上帝 他们开身来赞与上帝 当他们开身赞与上帝的时候 当他们开身赞与上帝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发生 其他在监牢里面的囚犯 他们把你抗击在那里的囚犯 他们彻耳而听 我会听得到 就是说他们安静的 静静的在那里听 甚至什么都会 听得到听唱歌 听他们在赞与上帝 听到这些赞与上帝 你可以想象吗 在境遇里面 这一个人觉得很痛苦 很悲惨的地方 就是后来今天 一个床口 一个慈善的地方来 很赞与上帝 甚至这些赞与上帝 整个的环境不一样 整个的气氛不一样 老公众的气氛不一样 这时候什么事情发生 这准时准 什么事情发生 地带着东 靠下地带 监狱门打开 他们手上的锁链被断开 甚至其他监狱里面的囚犯 他们的门 监狱的门也被打开 甚至其他监狱的门也被打开 他们手上的锁链也被断开 所以我们看到 当保罗和希腊 他们选择感谢神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 波罗和希腊 用精神来的根本上帝 他们身上的锁链断开 尽古的这些锁链都被断开 就来身边的人 他们的锁链也被断开 所以地带是什么 所以全年之外 今天若是教会 若是一个赞礼的教会 若是一个恶乐的教会 教会若是一个感恩的教会 教会若是一个感恩的教会 在我们生命里面 以前的锁链也要断开 我们生命都会被断开 而且凭准的锁链要被断开 准准的锁链也被断开 以前做主的锁链也被断开 准准的锁链也被断开 即便的锁链也被断开 要被断开 相信当我们愿意来开口 来证为上帝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祝福到其他人 我们会接受到其他人 其他人生命里面的锁链 其他人生命里面的锁链 锁链也要被断开 然后准备的阵队 他们也要得着之后 让我们愿意图住流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寻找那些我们能够感恩的事 来来去追求我们的感恩的事 弟兄姐妹如果教会是一个感恩的教会 你现在教会就是一个根本的教会 弟兄姐妹平时之间都带着感恩的心 你现在想出了一个根本的事 来感谢上帝的时候 这间教会 是强而有力的教会 这间教会是强大的教会 这间教会是强大的教会 甚至能够影响这个社区 甚至要影响这个社区 跟来到教会的人 把我们来自教会的人 他们的生命的锁链也要被断开 他们的生命也要得到自由 他们的生命也要得到自由 他们一切在他们生命里面捆绑了 要被破除 但是生命里面就捆绑了 我们要处在家 因为赞美和感恩是有能力的 因为阿朗的感谢是无力的 一辈的感谢是有能力胜过我 但阿朗的感谢是无尊过 能够胜过我们生命中的问题 阿朗的感谢都能声明到你的问题 咱们到能感谢的时候 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绝望 阿朗的感谢是无能力的�法 能够让我们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体力 我祷告说 在这里的每一个地区 让我们生命里面 追求感恩 活出感恩 当我们生命继续这样子的行走下去的时候 你的生命要成为不一样的生命 在你的家庭里面要有力量 在你的工作当中要有力量 一个家庭都是一个感恩的家庭 夫妻之间批持的感恩 孩子与父母之间批持的感恩 他们愿意献上谈恨性的善定的时候 我说这个家庭是某父的家庭 我可以说这个家庭是某国的家庭 这个家庭上帝要大大的赐福 这个家庭上帝要大大的赐福 而且这个家庭要带来其他人的祝福 甚至这个家庭是某个人 把你冷不疼就行 而且这个家庭里面 所有一些做主的锁链 一切贫穷的锁链 一切这个恶者的锁链 都要被断开 这些家庭是叫你照着一个人 你接病的人 没有必要 那为什么要浸在那里呢 所以提前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要选择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让我们生命里面 让我们学习做的感恩的人 因为感恩的人 感恩是本人的 感恩是上帝所赐用的 感恩是上帝的让我们的 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 他们的信息 给我们的上帝 让我们来管理我们的感恩的心体 让我们来读这个经文 让我们来看这个四篇 这篇听我们说 四篇这八个字 第一条是 所以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领 所以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领 所以我们要赞领我们的善意 我们要赞领我们的善意 我们要赞领我们的善意 所以你没法说我们说 但是你但你是圣洁的 但是路是圣洁的 是用以生命的赞领为宝座 是用以生命的善意为宝座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出家的一年之后 上帝是用什么为他的宝座呢 上帝是用什么来做的宝座呢 地上的国王 他们是用精灵来做他们的宝座 但是我们的善意 但是我们的善地 是用他百姓的赞领为宝座 是用他百姓的善意为宝座 就是说当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开心的来赞领神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的善意 我们开心来赞领我们的上帝 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看我们的感恩的心 来到上帝的口座 上帝要以我们的赞美为胎 上帝要用我们的赞领来赞领 就是上帝要降临在我们的宝座 就是上帝要降临在我们的宝座 上帝要与我们的宝座 上帝要与我们的宝座 当上帝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有什么奇妙的事情要发生 当上帝降临到我们的宝座 我们当中生奇妙的事情要发生 你想要看到吗 你想要看到人在这边 你可恶吗 你可恶吗 所以当我们要这样子 看到我们的教会 能够有上帝的保证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今天我们希望上帝的保证来来到我们的宝座 我们用口来赞美我们的宝座 用水来保证他 以前的人是用献祭来献给上帝 现在我们是用献祭来献祭 现在我们是用献祭来献祭给我们的宝座 我们用感恩的记忆信给我们的宝座 我们用感恩的记忆信给我们的宝座 当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带着感恩 带着赞美的心的时候 我们生日带着感恩来保证他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上帝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上帝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能力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上帝 当这个家庭 愿意的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的宝座来赞美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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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宝座来赞美神 Here's the scared me of sea 因为宝座来赞美神 nesse才何梦 嗯 来赞美神 18 cord